高雄台電大林廠上午11點半 發生了篩煤器倒塌的意外 押回了一台休旅車 幸好當時車上沒有人 才沒有釀成悲劇 重達72公噸的篩煤器 被放在了貨車上 準備從高雄港運到台電大林廠區 就在距離金房大約四五百公尺的時候 貨車突然故障倾斜 而車上的篩煤器 押回了停在一旁的休旅車 這場意外一度傳出 有人受困在車內 經過台電查證 表示當時車內沒有人 因此將這起意外 列為交通事故來處理